大家好,欢迎关注学堂百科 电影《马戏之王》中 狼叔·休·杰克曼饰演了美国传戏马戏团大亨巴纳姆 狼叔重拾悲惨世界中的拿手好戏又唱又跳 呈现了一个因阶层固化而被挡在上流社会之外的爆发户形象 历史上,真实的《马戏之王》远比电影要复杂得多 作为一个善于炒作噱头,极具争议的营销大师 有人骂他是骗子 巴纳姆家族是康奈迪克州早期的英国移民 虽然不是建国勋贵,但倒也有一些家产 他的父亲是个裁缝 15岁的时候,巴纳姆辍学回家当店员 17岁就开始经营祖父留下的杂货铺 包括当时火热的彩票生意 巴纳姆19岁就创办了自己的报社 还因为撰写诽谤文章被关了两个月 他利用大众猎奇的心理举办了各种怪人展览 得以发家致富 第一个展品是一位70岁的老年黑人女性 名叫乔伊斯赫斯 她已经双目失明,身体部分瘫痪 而巴纳姆把她打造成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女仆 声称她有161岁高龄,是活着的奇迹 当时买卖人口在纽约已经被视为非法 可是她却利用法律的漏洞 花1000美元租了她一年 每天让她工作10到12个小时 结果不到一年就把老人家给累死了 这还不算完,巴纳姆是个非常节俭的商人 连尸体都能赚上最后一票 他安排了一次尸体解剖展示 当众砍掉他的脑袋,向观众收门票 以宣传的巨大益处 巴纳姆建了自己的宣传团队 帮助他编造各种谎言,制造各种噱头 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 几乎人人都看报 报纸的发行量从5000份到20万份 如果不利用这个渠道向公众做广告 那就太不明智了 在巴纳姆的细心经营下 马戏团得以越做越大 他继续雇佣了长着大胡子的女人 猪如和连体双胞胎 然而,这群人完全成了巴纳姆牟利的道具 同年32岁的巴纳姆在纽约 正式开办了美国博物馆 以天花乱坠的广告和怪异离奇的展品而闻名 其中最有名的是假的斐济美人鱼 斐济美人鱼是以巴纳姆一只幼猴的躯干和头部 鱼的后半部缝合 在覆盖混泥纸浆而制成 并被巴纳姆博物馆宣传是 弹如海妖的艺术品 在该标本展览的近20年中 始终没人相信那是假的 但可惜的是 斐济美人鱼于1960年代美国博物馆发生一场火灾 那句斐济美人鱼的复合标本也在火灾中化为了灰烬 这个有效的骗局让著名的心理学家 炮将这种人们会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性格的描述 并认为那个描述非常符合自己情况的心理状态 演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巴纳姆效应 1844年 巴纳姆携拇指汤姆放音 拇指汤姆成为了英国贵族的心宠 伦敦报界为之喧腾 时常进出白金汉宫 在维多利亚女王狱前跳莫迪舞和模仿拿破仑 接着 他又载欲来到巴黎 路易菲利普国王和王后立即召见了他 之后 包括俄罗斯沙皇在内的欧洲皇室 纷纷对他敞开大门 巴纳姆赚得盆满钵满 等回到美国 他继续扩大规模 大肆收购铜业 1846年底的时候 一年的观众已达40万人次 巴纳姆以拇指汤姆在欧洲和美国巡回演出传的前 在乔岗盖了座价值15万美元的东方宫殿建筑 伊朗尼斯坦 为了摆脱穿插秀和滑稽小品推广大师的名声 巴纳姆派人到欧洲 邀请珍妮·林德到美国巡回表演 1855年的时候 巴纳姆大量投资康涅狄格州某钟表公司 引经营不善 随即破产 各大报纸都嘲笑其有勇无谋 此年 巴纳姆在巡演的间隙 在伦敦第一次演讲 赚钱的艺术 听众数以千计 伦敦一家出版社更开付6000美元 买下将他演讲印成小册子的版权 回到美国之后 巴纳姆买回并重新修整了他的美国博物馆 收回了许多东桥港的财产 1865年 巴纳姆当选康涅狄格州州议员 并陆续地撰写了世界上的骗子和奋斗和胜利 他于1875至1876年 担任入桥港市市长 虽然一直和噱头相伴 但是人们因为他给大家带来欢乐 反而评价他甚高 甚至伦敦的泰晤士报都撰文肯定过他 他的去世 使我们损失了一个古典人物 而他的名字 早已已经成为欢乐的代名词 并将一直维持下去 直到人类再也无法 从游艺活动经理人的宣传喜剧中 得到乐趣 而这是善意欺骗与乐于被骗的无害喜剧 因把马戏团的表演手法引入影视节目 轰动了影视界 在2006年年底 美国的权威期刊《大西洋月刊》 将它评为 20世纪在美国最有影响的100个人之一 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所说 与普遍的看法相反 巴纳姆的伟大发现 并不是告诉我们公众有多好骗 而是展示了多大程度的欺骗 使他们喜闻乐见的 安心学堂免费系列知识课程 北美西部时间 每周六晚六点与您相约 不同的主题和内容 同样的精彩与收获 一次报名 终身享用 美西讲座 还有诱人的抽奖环节 实惠的礼品卡等您拿 讲评封后中奖率高 每周六晚六点 安心学堂 不见 不散 安心学堂YouTube频道开播了 不要忘记点赞 关注和点击小铃铛 精彩的内容等你哟 了解 でしょう 我颁念 我领 我领 读